歡迎各位冤有收睇 我是你的愛情現象 來轉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就是 怎樣令對你沒興趣的人心動呢? 相信在看這個影片的你 可能過去或現在 你遇到一個 你有好感達對方對你沒興趣的人 又或者 你不知道對方是否真的對你有興趣 不知道應該怎樣著手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以下這個內容 這條影片會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這一刻對方不愛你的指標有什麼呢? 第二,對方由沒有興趣 變成為你心動的一些關鍵因素有什麼呢? 第三,如何令對方由沒有興趣 變成為你心動呢? 如果你想快速學習戀愛技巧 可以按旁邊的1.5倍速 或者2倍速去觀看 回到這個主題 究竟有什麼指標 意味著對方不愛你 或者對你沒興趣呢? 以下這幾點就會由低至高去排列 即是越後的點代表對方對你的興趣就會越低 第一,迴避你 這條所指的迴避 未去到要封鎖你那麼嚴重 但是他想避開你 因為他希望令你感受到 自動自覺遠離我吧 例如當你約他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我最近很忙啊 我家裡有些事啊 之旅這些理由 他退堂你 但是又不會再建議約什麼的時候 又或者去到林約會的這一刻 才走來放你飛機 真是壞的 第二,忽略你 例如是已讀不回 又或者不讀不回你的信息 又或者當你問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又或者表示對他有好感的時候 對方選擇忽略你的話 你要明白 這種人之所以會這樣做 是因為這是一個自我保護的反射條件 可能在你之前 已經有其他人都這麼熱情 所以他要這樣做 跟一些他沒有興趣的人 斷絕打架 你哪位啊 第三,不投入 就算你很精心地安排很多有趣的內容去談 他都只是敷衍回應 嗯,好啊 不說了,好累啊 嗯,YES 這種人會避免跟你說太多或太久 希望用挫折感 令你自然而退 所以當你繼續對這些人死纏難打 甚至是表達一些生氣 或者負面情緒 其實只是讓你看起來 撞住一個傻子 第四 粗暴阻止你接近他 例如封鎖你 剷掉你 又或者故意找機會跟其他人去玩 丟下你 甚至很不客氣地跟你說 不要再煩我了 當面拒絕你 他希望對你施加壓力 令你立即離開 說到這裡 歡迎你留言說一說 你遇過的哪種類型 另外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你的小鈴鐺 這樣有最新的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來到第二部分 令對方從沒興趣變成對你心動的關鍵因素是甚麼呢 進入主題前 大家應該記得我經常提及的兩種概念 吸引和可得性 吸引來說應該不難理解 就像你追著貓去玩 這種就是給吸引 可得性來說就是你有多大機會 能夠被對方得到 而兩種概念是對立的 即是你越吸引 你的可得性就會越低 反之亦然 很多人經常犯的錯誤就是 當對方給你一些負面指標 例如是 不給你的訊息 你就去發第二、第三個訊息給別人 你去增加你的可得性 減低你的吸引度 嗯 而正正就是因為你降低自己的吸引度 所以只會令對方對你更加無興趣 甚至是想疏遠理念 所以 真正好的辦法 不是在想如何再進一步投資在對方身上 而是用一個好奇 但沒有需求的態度去面對 然後轉移用其他方式 顯示自己的高價值 提升自己的吸引度 讓對方對你重新去互動 首先我想說一說 如何為之好奇 但沒有需求的態度 好奇 即是你對這個人 抱有、興趣和有友善的態度 始終你都不可能去無視對方 然後對方自己回來找你 但是沒有需求 即是你不會刻意去迎合 去黑球 保持一種 沒有質感的心態 好了 你現在了解了這種心態之後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 積極地去表現一種 沒有需求的態度 是很適合用在對方的拒絕 而且對方越高質的話 效果反而越好 必殺技 因為當你表現出一副 我都沒有想在你身上得到什麼 這樣不刻意討好對方的態度 這樣就可以消除對方的戒心 同時可以增加對方的好奇感 到時了 反而更容易讓對方投資更多在你身上 如果你明白我說什麼 現在立刻在下面給我讚好 然後我們進入最後一部分 來到最後一部分 究竟怎樣令對你沒興趣的人 心動起來 第一招 主動消除對方的戒心 你會變出你是無意成為對方的潛在追求者 又或者傾務者 或者你會問 如果我這樣做 他不會不喜歡我 你先搞清楚兩點 第一 這個世界是有單戀暗戀這回事 沒有人告訴你 一定要你喜歡對方 對方才可以喜歡你 第二 我剛才也說過 你要表現出好奇 但沒有需求 當你仍然表現出好奇的這一面 而不是完全無視對方的話 你還可以吸引到對方 那要怎樣做呢 就是當你看到對方假定對你有意圖 又或者用各種態度去防備你的話 這個時候 你就反過來用否定的方式消除他的戒心 例如 喂 我們是老兄弟 你這個男生太乖了 如果要付錢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都要想一想 這一種的表現方式 不單是表現出你有自信 你是有選擇權 也都表明你不會因為這個人 而貶低自己的價值 第二 第二 在對方給負面指標你之前 你給沒有興趣的指標對方 很多低手成的犯錯誤就是 見到對方偶爾給你一些正面指標 你就立即還了很多正面指標給對方 放題那樣 最後要去到對方給你一些負面指標 這樣才完結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你們發訊息聊天的時候 你無意中說一些他覺得很有興趣的話題 令對方回覆你的內容多了 回覆你的速度快了 正啊 然後你就瘋狂地找話題 繼續跟他不斷聊下去 聊到對方沒有人了 主動跟你終止對話 又或者是不理你 你才會心識 這樣就不是一個好的表現方式 因為其實到最後 你都在貶低自己的價值 真是好的做法 是你用一些有趣的內容 調到他之後 在他失去興趣和耐性之前 你就先放手結束這些對話 例如你說 聊這些話題聊了很久 好悶啊 不如說個別的話題吧 又或者 直接轉移話題 我突然間想吃東西 這裏你要注意 在轉話題的同時 你要表現出你才是主角 你不是刻意去說其他認合對方的話題 以上就是一些 令到對方由無興趣 變成對你產生興趣的一些方法 當然啦 只靠這兩招就當然不夠了 還有其他更加強大的方法 你要學習的 另外這裏只是表現出 在對方否定你時 你怎樣去否定對方 而對方如果又再否定你的話 應該要怎樣做呢 如果你想知道整個拖路 整個部署是怎樣做的話 歡迎你 購買我的線上課程 愛情操控術 內容會令你在愛情之路 變得順利很多倍 課程的詳情 可以參考 Description上的連結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被這個對你無興趣的人 搞到很累很辛苦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太差太有問題 相信上天的安排 相信時間是不會虧待你的 遲早你會明白 其實你經歷這些的眷海期 看著某一個人 變遠變淡變陌生 只是命運要你去成長 令你一步步變成Better Self 變成連你自己都喜歡的自己 然後再遇上一些 不需要去刻意挽留的人 到了這一刻 你不會再對過去抱遠些什麼 也不會再生氣自己 因為你知道 放下是為了對得住將來的幸福 因為你領悟到對的人在你身邊 是為了令你知道什麼是真情 而錯的人擦身而過 是讓你看清楚 究竟什麼是假意 什麼是不適合 讓你得到終身受容的智慧 所以無論對方是給你溫暖 還是心渴 都是一個重要的禮物 因此你不要被過去的失敗擊沸了你 也不需要為未來的不穩定而恐懼 因為生命的每一點都有最好的安排等著你 最終都會為你人生帶來某一種美好的意義 加油 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主題想說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如果你有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 複合和如何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電博索 我們下次再聊 Bye Bye